這裡是東風路上對著寧原西路口的入口處 原來左邊和右邊各有一個天橋 現在兩個舊天橋已經拆光 在東風大酒店門口建了一座新天橋 現在的東風大酒店酒樓停業 大堂空曠無人 光華口腔醫院是廣州最好的口腔醫院 寧原西路整條路上的木棉樹是它的標誌 在疫情下如果看口腔和看眼睛 對核酸檢測的要求非常嚴格 6月17日廣州的確診病例為零 但佛山有新增加一例 廣聯禮堂裡的電影院現在還在用 長平後街口原來有一間常內的總店 現在已經被部隊收回了 根據國家現在的規定 屬於部隊的物業不可以拿來做商業用途使用 寧原西以前在廣州是非常出名的手機一條街 當年除了有賣手機收手機的 還有很多食肆 這就是烈士寧的西門入口 今天廣州方村的很多地區從封閉管理 改成封控管理 方村的人民興奮無比 無論如何封控管理都比封閉管理好多 至少可以在封控片區自由活動 這邊原來有很多賣花的檔口 但現在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的寧原西路和以前的寧原西路離比 反差真的相當大 在中山三路入口的方向還有少少商店 還剩下幾間手機維修店 在疫情下有些檔口選擇暫時不營業 這裏就是寧原西路在中山三路入口 你對寧原西路以前的回憶又是怎樣的呢 這裏就是在野派玉 這裏就是絕對用了 現在的一定是正確的 好像是我們的地區 Coruscant 有多公cia 旁邊的地方 現在的朋友 都會和健身 我先做一個公祭